新竹县客家新曲奖打造客家音乐创作的经典平台 今年总奖金是加码到41万 吸引了51件作品参赛 8组好手进入到决赛 最后是由张绿兰夺下第一名 新竹客应奖和现场人气奖三冠王 而王品渝则获得了最佳作词奖 碰着吉他波动琴弦缓缓唱出动人歌曲 新竹县客家新曲奖新51件作品参赛 由8组客家新创音乐好手入围决赛 在今年我们特别的争设了一个新竹客应奖 希望的就是能够有代表我们新竹县的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那这一次的我们的参赛的作品也非常的多 有高达51件是在这几年来说是非常多的 客家新曲奖年年激战 今年总奖金加码到41万元 也增加专属在地的新竹客应奖 经过出审副审到决赛 最后由张绿兰的古佣改查博 形容坚守岗位守护家园 歌词寓意和演唱功力优异夺下第一名 同时也拿下新竹客应奖和决赛现场人气奖 成为三冠王 客家人走天神音改快乐 烙烦烦恼 动作的古词都表现得够的地图 王秉渝的作品 天诗客语歌词道地韵角优美 获得最佳作词奖 整首诗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诗 他写出了一个客家人出外邮箱的时候 然后看到不同的天气的一种怀想的一个心情 客家新旗奖前三名的部分 也会做成这个MV号 让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来听一听 来欣赏一下 所以我想同时我们也会设一个网站 把过去的这些金旗奖的得奖的作品 也让大家来欣赏 会把它放在网站上面 我想不管怎么样 我们今天的奖金也提高了很多 可以讲就是我们全力的在推动客家新旗奖 来把我们的客家文化给它传承下去 县长杨文科颁发奖杯奖金恭贺 也邀请首奖作品在跨年晚会打头阵 前三名加码拍摄MV录制单曲 助力传扬优美的客家音乐 谢谢